不農族祈老 带着台湾16族原住民族代表祈福 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获得行政院核定第一期新建经费 58亿多元新台币 即将在高雄鸟松区的澄清湖畔新建 今年的3月19号我们就核定这个新建的计划 从今天以后我们这一个原住民族的博物馆 就不再只是高雄市的 而是我们所有原住民族群的 不只在台湾的 甚至是所有南岛原住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博物馆 共同努力新建原博馆 让我们这个原博馆如期如指的来开启营运 让原博馆不仅仅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博物馆 也是南岛与族共同的博物馆 也是前高雄市长的监察院长陈菊表示 当初八个县市争取原博物馆 等了八年终于确定在高雄市清建 期待能早日完工 高雄市台湾原住民最多16组的原住民都在高雄都有 在2017决定是高雄 不过我们2017到现在已经八年 我们也是等得很辛苦 从高雄出发 连接很多在东南亚或太平洋地区的很多 过去这些南岛与系的这些国家 其实在很多不管是文化 或者是血缘的这个连接也非常的密切 市长陈其迈表示 原博馆坐落陈青湖畔 未来有捷运黄线经过 是交通非常便捷的地方 后续会协助博物馆连接周边学校 及各类型展馆 让博物馆成为兼具多元文化 及休闲观光据点 新唐也在电视李珍荣台湾高雄采访报道